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0月17日 星期日 这段时间呢 随着这个长津湖这个电影 在中国的上映 每一天这个票房啊 都在刷新新的记录 那我看到海外的这些媒体呢 每一天 每一天啊 一点都不夸张 海外这些媒体都在讨论 关于这个长津湖 那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呢 是来自于BBC 你会觉得说 嗨BBC臭名昭著 他说的话 有什么好看的 有什么好听的 他能放出什么好屁来 那这个事情啊 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呢 BBC就对这个朝鲜战争进行了分析 他分析里面呢 我认为比较可取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认为这个朝鲜战争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较量呢 双方损失都很惨重 他们认为呢 这场战争本可以避免的 起码呢 可以避免那么大的损失 为什么会造成了这种局面呢 他认为就是因为中国误判了美国 美国也误判了中国 我觉得他说的呢 还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 他的题目呢 就是朝鲜战争70年 显为人知的八个历史细节和现实意义 我们来看一下 那是1950年的一个礼拜天 我们当时正在教堂里 听说要打仗 心里很痛苦 朝鲜战争的亲历者李先生 曾向BBC这样回忆说 被朝鲜军队在6月25日进入韩国 不到一星期就拿下了韩国首都汉城 也就是现在的首尔 几天后 被朝鲜军队开进位于朝鲜半岛中心的圆州 当时李先生一家就居住在此 你可以想象到我们当时的恐惧 距离朝鲜战争的爆发已经过去70年 在美国它是被遗忘的战争 在中国它是抗美援朝 在朝鲜半岛 这场战争造成的伤痕 依然没能愈合 70年过去了 三八线附近仍然是全球瞩目的军事热点区域 70年过去 当年站在朝鲜与韩国背后的两个大国 中国和美国 经历了破冰融合 到再次走到针锋相对的对立面 为这场还未结束的战争赋予了现实意义 朝鲜战争爆发70年后的今天 有必要重温一些历史细节 为当前围绕半岛的大国博弈 提供一份历史的注脚 细节一 抵抗侵略还是被裹挟上船 一位中国离休干部 曾经向BBC中文回忆说 我们大家那会儿对美国特别仇恨 大家说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了 日本刚侵略了一次 美国又来侵略我们 这次咱们不做王国农 咱们一定要参加抗美援朝 大家纷纷报名 没有一个不报名的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 抵抗侵略一直是这场战争的出发点 中国官方语境强调 战争起因是美国支持的南朝鲜 入侵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共产党政权 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已经越过了三八线 威胁到中国的领土安全 因此中国被迫出兵参战 这种说法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 就已经开始构建 被朝鲜就称 南朝鲜李承晚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 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突然袭击 这次战争是美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 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说是抗美为国战争 不过随着停战协议 中美建交 苏联解铁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史学界普遍认为 是金日成在得到苏联同意和支持的承诺后 首先越过三八线 对韩国发动突然进攻 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的阮明 曾向BBC中文表示 实际上当时斯大林跟金日成之间的约定 毛泽东并不知道 毛泽东质疑来中国谈判的金日成 是否有能力打下韩国全境 如果美国介入并登陆怎么办 但是金日成拿出斯大林跟他谈话的记录 毛泽东就想2比1 斯大林跟金日成说要打 那他就反对不了 金日成领导的朝鲜共产党军队突袭南方 在战争最初势如破竹 当年9月初几乎攻占了朝鲜半岛的全境 但是7月7日 联合国通过决议 组成由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 帮助韩国军队予以抵抗 9月15日成功实施了仁川登陆 一举反攻 改变战略态势 金日成军队很快陷入了绝境 10月 联合国军北部战线 已经推进到了中朝边境的鸭鲁江边 面对这种危机局势 毛泽东感觉非常为难 阮民回忆到 胡耀邦曾讲 毛泽东在朝鲜战争时期 几天几夜抽烟不睡觉 下不了这个决心 因为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是反对的 另外对美国的意图也不是很了解 后来主张打的占了上风 周恩来就说 在门外打比较有利 紧接着 毛泽东又收到了斯大林的密电 要求中共出兵援助北朝鲜 细节二 中美的战略误判 最终 战争爆发近四个月后 中国入局 1950年10月8日 毛泽东奠令中国东北野战军 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 10月25日 志愿军打响了后来取得全面胜利的第一次战役 因此25日被中国官方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半岛打了一场代价高昂的局部战争 但事后的逐多历史材料显示 这场战争存在逐多的误判 就美国而言 参与战争的直接目的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时任总统杜鲁曼称 如果任由共产党武力入侵韩国 而未受到反对和抵抗 那没有小国有勇气抵抗强大的共产主义邻国的侵略 那么就如二战爆发之前的局势一样 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就中国而言 即便参战前夕 介入这场战争也是不情愿的 因为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台湾而非朝鲜 软民回忆 中国比较意外 因为中国当时的下一步是解放台湾 实际上毛泽东是这样打算 老百姓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那么突然爆发一个韩战 也就是朝鲜战争 毛泽东1949年去莫斯科跟斯大林谈 就是希望解放台湾 斯大林也答应了 实际上当时斯大林看起来还留了一手 就是跟金日成之间的这种秘密约定 毛泽东并不知道 直至近些年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 在纪念朝鲜战争的文章中 也表达出类似的意见 朝鲜战争之所以不可忘却 是因为它发生在错误的时间 中国刚获解放百废待兴 还面临着繁重的追击残敌任务 还有台湾和西藏问题 期待解决 不合时宜的战争 彻底打乱了国内的议程 约瑟夫·古尔登所著的朝鲜战争 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 通过历史资料认为 中国参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 如果坚持最初的策略 打到三八线停下来 还原北朝鲜南下前的局势 甚至只让南韩部队 越过三八线继续往北进攻 战争可能都不会扩大 中国政府曾反复警告 如果打过三八线 中国将出兵 当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加 充当两个阵营的沟通渠道 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戴总参谋长聂荣珍 通过他对美国喊话 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 绝不会置之不理 10月3日 周恩兰也向潘尼加表示 美国越过三八线 不会坐视不管 古尔登在书中披露 潘尼加问周恩来 如果是韩国人越过三八线打过来呢 周恩来认为 那是人家自己的事 中国不会动 就在这些警告声中 美国中情局则在报告中认为 中国人已决定不公开介入 美国因此不顾这些警告 继续北上 导致中国参战 战争扩大 由于这些误判而爆发的战争 不仅让人发问 这场损失重大的战争 究竟值不值得 冷战史专家沈志华认为 毛泽东在国内力排众议 坚持出兵的一个原因 是要以此争取斯大林的信任 说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里 能够担当责任的一员 这样才能让中苏同盟起到稳定新中国的作用 如果这是中国参战的目的 那目的显然是达到了 战后苏联的援助远远不断 中共刚刚建政 这一仗也客观上提高起国际影响力 代价则是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 耗巨资参战 国内的发展和稳定被大大限制 而且这一战使美国回到东亚 解放台湾的日程也被搁置 美国最初参战的目的也达到了 即保住南韩政权 但之后消灭北朝鲜政权的目的未能实现 不过美韩自此建立军事同盟 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支柱之一 细节三 中美之间没有宣战 很多人并未意识到 短兵相接的中美两国并未互相宣战 彼时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刚刚五年 参战各方都默契地将其控制为有限战争 中国军队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复朝 以示中国没有跟美国宣战 而美军也以联合国军的名义 而非单一国家参战 美国意会到这点 为免与中国全面开战 美国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 出动33000人部队进入朝鲜作战的提议 因为如果台湾的军队出现在朝鲜 北平的共产党人就可能决定参战 所以绝不允许蒋介石 成为对中共战争的导火索 这样的结果可能使我们卷入一场世界大战 美国告诉蒋介石 如果趁朝鲜战争之际反攻大陆 第七舰队将武力阻止 第七舰队甚至将靠近大陆的金门岛等 排除在美国保护之外 苏联则完美的扮演了一场代理人战争的幕后角色 一方面对中国和北朝鲜提供各种支援 另一方面严禁几方直接参与到战争中 在联合国军抵达三八线后 金日成向斯大林求援 金日成向斯大林求援 给予直接军事援助 这一请求被斯大林搁置 苏联揭秘的档案披露 苏联的意图是不直接参战 把战争在朝鲜半岛的范围内扩大 使美国深陷对朝鲜的军事干涉之中 也将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向远东 细节四 战争原本不到一年就可结束 美国接连误判中国在朝鲜的参与程度 直到11月才承认中共军队在朝鲜的存在 并认为是小规模防务性的 随后美国发动圣诞攻势 力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战斗 然而中国军队发起第二次战役 不到一个月将联合国军打退回三八线 第三次战役后甚至退回汉城以南 1951年1月13日 志愿军在接连发动三大战役取得节节胜利之后 联合国军提出停战建议 但这次误判者轮到了中国 毛泽东要求趁热打铁 指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统一朝鲜半岛 沈志华曾向BBC中文表示 中国拒绝的原因是有两个判断失误 第一 认为这个议案是美国人的阴谋 试图利用和谈喘一口气 其实美国是被迫接受议和的 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国拒绝 而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中国身上 第二 对敌我力量判断失误 此时 中国志愿军与美军的伤亡比例是0.6比1 而两年后 签订停战协议史反转为2.6比1 如果1951年1月停战 这场战争的规模将控制在半年内 中国则将仅以较小代价完成战略目标 错过这次停战机会 使战争又延长了两年多 并付出了数以十万计的死亡代价 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布雷德利将这场战争描述为 一场在错误的地点 错误的时间 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对中国人而言 这一描述也未尝不准确 细节五 战争死亡人数争议 这一节呢 我想给他省略掉 不给读了 因为呢 这个死亡的人数双方是有争议的 而中国呢 也是有数的 中国都几次公布了官方的数字 细节六 日本的天佑神柱 这一节非常的重要 很少有人讨论这个战争给日本带来了什么 如果说这场战争有谁获益 那么日本必然在列 朝鲜战争爆发后 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认为 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天佑神柱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一片废墟 遍地焦土 1950年 仍在美军占领之下的日本 正处于经济萧条的边缘 但日本的萧条就此反转 联合国军参战一个月后 就在横滨设置机构 开始从日本大量采购前线所需要的背俘 军用茅毯 作战沙袋 以及各种钢材等军需物资 从1950年到1952年底 美国的军需物资采购额度达到了10亿美元 而这些战时订单 为复苏中的日本工业创造了源源不断的需求 后者可以心无旁骛地投资和生产 战争后期 1952年 占领军司令部 甚至允许日本企业生产兵器和弹药 再加上修理车辆 飞机等业务 那些曾在二战中生产战斗机 坦克等的重工业企业 得以东山再起 日本获得的战争红利 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 到1955年 包括间接军需物资在内的总额度 至少有36亿美元 美国订单带来的不仅是需求 还有美国的产业经验 包括技术 工程和质量管理等 这些先进的经验如一针强心剂 快速地注入疲弱的日本经济 日本不仅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将经济恢复到了二战以前 也为之后半个世纪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打下基础 政治上 美国与日本的关系 也因此从占领与被占领变为了盟友关系 并在外交上重返国际社会 细节七 理论上讲这场战争还未结束 这一节呢我也不给大家读了 因为大家都赞同这种说法 细节八 朝鲜战争的现实意义 不同于朝鲜与韩国 过去70年 另外两个参战国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经历了令人咋舌的转折 朝鲜战争之后 两国对峙近30年 1970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 中美关系破冰 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 两国关系更加紧密 经贸关系密切 2000年在美国的帮助下 中国加入WTO 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 并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 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 经济总量发展到全球第二 从不仅美国的一个零头 到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水平 而在美国 乃至整个西方看来 中国的政治体制 并没有像经济一样全面改革 当一个与西方迥异的庞大国家 快速崛起 不可避免的爆发矛盾 矛盾以贸易战的方式 首先爆发 同时两国之间 科技冷战的趋势 也被频频提及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力量项目主任 葛来仪说 中国企图要在未来主要技术领域 取得领先地位 诸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 这是竞争的核心 因为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 就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主要强国 根据BBC驻美记者报道 美国国防部现在认为 对付中国崛起 成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的主要军事目标 中美关系由密切合作 转向互不信任 令外界对朝鲜半岛局势脆弱的平衡 更加担心 一旦朝鲜局势突变 爆发战争 可能再次成为中美对抗的角力场 更令人担忧的是 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国力 第二次朝鲜战争的烈度 和影响或许不会再是被遗忘的战争 美国安全事务作者 迈克尔·佩克在国家利益上发文说 一旦中美发生突变 失控的风险很大 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战争冲突中 表现出迅速升级取得速胜的特点 即使在冲突过程中展开谈判 往往也要等到在冲突中取得有利地位以后 乔治成大学安全研究项目学者 梅惠林撰文说 共产主义中国在冲突初期阶段 只有面对弱势一方才愿意建立沟通渠道 否则中国会切断沟通 直到他们在战争中显示了足够力量以后 才考虑沟通 虽然梅惠林承认 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从前战争时期的中国 中国现在的军力超过邻国 经济也更融入全球市场 但是中共控制公众舆论的能力 低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 因此中国公众舆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 也可能增加中国在冲突中妥协让步的难度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是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期 中国的舆论控制得更加严格 不容易形成公众的情绪 不容易形成民族主义情绪 而现在呢 公众舆论开放程度比较高 容易形成公众的民族情绪 一旦形成公众的民族情绪 中国政府在和美国的冲突的当中 就不容易做让步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好事和坏事 我们暂且不论 起码对美国来说 这不是一个好事 好通过以上的这篇文章呢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在西方 尤其是像BBC这样的一个英国的媒体 我们能够看出来 在西方的一个第三者的角度 是如何看待中国和美国 在朝鲜战争当中的这种对抗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